神雕俠女其實是由武俠小說大師金庸先生所創作 他的小說風靡了全世界的華人世界 神雕俠女也拍攝了無數的電影和電視劇 它是一部很受歡迎的愛情武俠小說 当時是因為我們已經出了很多古典的資學 還有歷史這樣有些人建議我應該增加這個體材多樣化 那麼有人建議應該出這個武俠版 因為當時也是有很多流行的武俠漫畫 所以我就想可以試試看 然後才開始看這個武俠小說 那麼看了一些武俠小說之後 我真的是被金庸吸引了 在二十多年前 亞太祖書和我一起創作了這個漫畫 並得到了金庸先生的許可 在出版過後很幸運地得到各方面的歡迎 受到很大的鼓舞 同時我們也受到不同國家的出版社 結果我們一共有出版了大概是九個不同的語言版本系列 在新加坡漫畫史上當時從來沒有過的事情 做這套書讓我真正體驗到流行文化的活躍 因為我們過去做資學系列是沒有看到這樣的反應 然後這個流行系列加上當時電視機也有電視劇 所以年輕人的反應非常熱烈 然後在書展的時候 常常有幾百個人排隊要簽名 每一場書展都有很多的出銷計劃 好像有一年我們還出了這電話卡 然後很多人真的是一早排隊出來要買這個電話卡 在這新的金庄豪華版裡面 所有的十八本神雕將會濃縮成八本 就是每一本將是以前的三本的數集 可是內容將不會有任何的改變 這八本的封面呢 我將會重新設計 其實是蠻興奮的 為什麼呢? 因為在二十五年前開始畫楊波和小龍魚 然後在二十五年停了大概有二十多年吧 然後現在又有機會重新的去創作 設計這一套金庄神雕小女的話 感覺到非常的期待 也希望大家能夠大力的支持 謝謝 謝謝